所以你只要不要打错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将来你可以改成这种类型 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有共通性 你可以在那个工作表名称 有没有 前面加一个训词 那你这个训词瓜糊里面呢 可以用一个名称 或者用一个数字都可以 或者你可以用第几个 有没有 缺点抗指的是 它去抓目前有几个工作表 那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 它反正一直都放最后一个 那我去变动的是最后一个就好了 这是我想出来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是想要用别的方式写 你也可以改一下 所以改这个跟改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只要你程式没有录错 而且我有把它照相 这应该够大了 然后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就复制贴过去也可以了 复制贴 你要 尽量还是自己打的 如果你现在不OK的话 你从这边复制贴也OK 反正呢 尽量就是说不要钻牛角尖 尤其像做这种城市类的工作 尽量就是一次对就好了 千万不要一直钻牛角尖 而且这种工作其实还蛮不错的 它后续的发展蛮好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最后还有哪一些可以改进的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刚刚看到 如果你城市没问题的话 它就自动帮我产生一个 什么呢 工作表15 到这边来 然后呢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再执行 它会不会又产生 会执行 又有一个 不过 这几个都一样 你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上面的名称 为什么不能改 改成什么 叫 这边也许叫什么 叫做 枢纽分析表 刮骨也许是产品名称 那如果说我今天 最后是希望怎么样 再多加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把城市里面 我希望呢 它能够新增这个工作表之后 并且帮我做什么事情 帮我做 就是名称命名一下 特别是这样 这个城市写完之后 请各位一样 遵照之前讲的 一 这是做什么 这个应该 新增工作表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再 把那个相关的名称 相关的注解 把它打上去 到最后 可以 这个 这一行的意思 那这一行的话 就是新增那个catch 第二个 然后呢 并且把它自己叙述一下 再来的话 底下这一行 这一行其实 就是什么 拖拉到池 所以这边 这个第三个实际上就是 这个是拖拉什么 拖拉那个产品名称 到池 这个是台数 销售额 最后的话 这个是拖拉什么 拖拉那个最后的 产品名称到列 OK OK 所以这边请各位 自己再加上注解 并且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还做一件 执行完之后 可不可以干脆 帮我把那个名称改一下 什么名称呢 我们这边 按零八 这一行执行的 它会帮我产生一个 叫什么 工作表 十七 那我希望说 我新称这个 干脆重新帮我命名 命名叫什么 樞纽分析表 刮壶 也许叫什么 叫产品名称好了 那怎么改 其实这边 特别是最后 直接在这个下面这边 加一行 这一行名称叫什么 序齿序子点抗 意思是说 我最后这一个 它的名称 点内 它的名称 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两个 就是把名称给它 叫 樞纽 分析表 OK 然后刮壶好了 这个针对产品名称 好 这样的话 把它回 倒过来 因为刚刚跑过了 回来 如果你要重新命名 就是直接补这一行 就可以了 那这一行意思是说 帮我把这个 最后这个名称 重新命名 叫这个名称 其实把名称丢给它 按F8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一行执行 等一下就多这一行 这一行 你会发现底下的名称 变更了 其他部分呢 就分别 让它全部跑过 一样 OK 但是记得 如果你下一次 假如在执行的话 这一行会发生错误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再去执行这边一下 执行 它会怎么样 为什么 对只有一个嘛 所以执行 它说什么 该名称已存在 请尝试其他名称 争错一下 有没有 因为这个名称在 你不能有重复的名称 所以 假如说有这个问题发生的话 那你一定要把它怎么样 一般是 如果它执行 可能就把这个砍掉 然后重新新增 那可是问题来 这要怎么做 这个当然难度又比较高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补充一个 如果名称 假如发生错误的话 那用什么方式 去解决最简单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个名 加这一行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点name 就是最后的这个的名称 它叫什么 我叫枢纽分析表 瓜糊产品名称 这样子 OK 双引号 记得一定要前后双引号 反正也要记得 就是那个 只要是文字 就是前后要放双引号 这是固定规则 稍微记一下就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 再来就是说 但是这边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执行它的话 因为它已经存在了 那它会造成什么状况呢 刚刚那个情况就是 如果你要再新增它 你要重新命名 最后一个名称 它真的没有 应该是这个新增 然后再重新命名 就出错了 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争错 那怎么解决呢 其实 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了 就是在你要新增之前 先 很道理 如果已经 如果那一个名称已经存在的话 那也许我们就先把它删掉 再产生一个新的就对了 所以就是说 如果已经有一个一样的名称 那我就先把它删掉 才能够重新命名 所以可能在重新命名前面会出错 那我就写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呢 如果 就叙述if 那你可能要打压程式 这个程式也不难 反正就很简单的 这个程式 如果什么呢 如果 我最下面的 最后面的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是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把if后面这边 if 这个这一行 把它复制一行 复制就是C-C-V 或者是拖拉加 中间加一个空白 因为英文的叙述 中间单字跟单字中一定要空白 如果 最后的那个的名称 就是枢纽分析表 最后那 不对 最后那个 的名称 是枢纽分析表 那我就把它删掉 不最后 我们已经新增是最后 所以应该它理论上应该是 倒数第二吧 所以怎么样呢 我可以把它-1 也就是说呢 如果 它 前面这个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那个 就是 枢纽分析表 名称 先打一个end if 一般结构 我会先打一下 如果end if 那也就是如果 这个状况发生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那一个删掉 把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就是这个 那个删掉 删掉的话呢 就是后面加一个点 打一个删掉 英文叫什么 delete 对啊 delete 你打一个delete 应该会拼吧 delete 如果不会拼的话 看键盘 键盘上有个delete的键 你就照着拼就一定会打对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新增的那一个 应该是 在最后的前一个 ok 那我把它拉回去看一下 试一下 诶 这个名称是不是对的 诶 没错 这个是我刚刚的命名名称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它删掉 诶 删掉了 有没有 delete就ok了 所以其实程式应该不复杂了 而且我觉得 其实你说程式基本上 主要是英文的 因为是美国人设计的 为主 所以他们有时候用英语来叙述 但是这个英语也不是很复杂的英语 其实就是一般的 就是简单的叙述方法 你会讲一些简单的英文 我想你应该也可以了解 那个意思 然后再来怎样 再来就是 把那个重新命名 诶 ok了 所以底下的话 嗯 再来 出现错误 为什么 好像刚刚不小心把那个 其中一个那个 把它删掉了 这个 应该是这个 刚刚不小心把那个删掉 跑一下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他应该就产生了 这个应该就ok了 把它停一下 然后把这边再跑一下 跑完之后的话 刚刚的部分 然后再跑一次 这个应该没问题 删掉它 然后名称重新命名 再来应该就ok了 然后产生 好 这样子 其他就完成了 ok 所以呢 待会儿我也把这个程式 一模一样的程式 把它复制 贴到云端上面去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一段 一模一样 这边多一个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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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